大家好 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芋头简单解馋做法 芋头适量 戴上手套给芋头削皮 把削好皮的芋头洗干净 再切成小小块 腊肠一根 用热水烫一下腊肠衣 再把腊肠切成丁 切一点葱 再准备一点熟白芝麻 热锅热油倒进芋头 翻炒 炒至芋头表面变硬微黄装起待用 拿来一个生盘子里面倒入少许油 油在盘里抹匀待用 拿来一个大一点的碗放入适量粘米粉 再放进一小勺盐 接着倒入些温水 筷子拌匀 拌至无颗粒状筷子拿起 你将向条线留下来就可以了 再把炒好的芋头放进来 腊肠丁也放进来 然后把它们完全搅拌均匀 再把拌好的米浆芋头倒入抹了油的盘子中 把米浆芋头在盘子中整理平整 增锅中水烧开 放进装好盘的米浆芋头 盖上锅盖中大火中30分钟 30分钟后用筷子搓一下芋头糕筷子是透明状就表示熟透 稍微晾凉撒上熟白芝麻 再撒进葱花 然后切成小块 今天简单美味解馋的家常芋头糕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转发关注点赞